啊朋友们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是什么 原来没有被我家的 饿龟吃掉啊 失踪了一个多月 居然从冰箱底下钻出来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他是怎么能活到现在啊 你看 感觉好像还没变瘦啊 你说就我这个出租屋里面 他能吃点什么东西啊 能够生存这么久 一直躲在冰箱下面吗 难道 你看这个尾巴啊 尾巴明显细了很多啊 哎呦 看来错怪他了啊 不是我这只饿龟吃掉的 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说了嘛 因为我搬到这个出租屋来之后呢 呃 他们都是不太适应嘛 一个多月前 这只手工越狱了 他越狱之后呢 我晚上回来就找不到他了 就在这个饿龟缸里面啊 发现了一点这个肉的残渣 我们全家都认为啊 肯定是被这只饿龟吃掉的 毕竟这只饿龟啊战斗力很强的 已经长到非常大了 而且这一个多月来呢 他也是一直拉那种肉的残根出来啊 他不是拉大便 他是拉那种像鸡肉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就让我们更加确定 是被他给吃掉了 没想到今天 从冰箱底下露了个头出来 感觉精神状态还不错啊 哇 这个 豹文手工的生存力真是强啊 我现在先要慢慢点靠近他啊 他肯定是一个多月了 也受到了一些惊吓 我现在不能盲目的出动去抓住他 果然我还是低估了这个豹文手工的智商啊 我们本来预想着他应该是越狱之后这里出来嘛 因为是这串超眉关 从这里跑出来 他总共会掉在两个乌尾缸的其中一个 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没想到他还是够聪明的 我估计他的路线是从这边 他肯定是看底下这个情况不妙 就朝这旁边下来了 一直到那个冰箱那边 哇 生存了一个多月啊 我现在要去抓他了 我现在慢慢靠近他 也真是奇怪 这一个多月怎么都没看见他露头出来 怎么就今天露个头出来呢 可能是真的饿了 一个多月没吃东西了 估计要出来找东西吃了 而且像养他的时候啊 一般性我这个冬天啊 都是要拿这个加热灯和加热垫的 不然的话他温度控制不好就容易死 他这个在室温里面 房间里其实蛮冷的啊 他是怎么能生存到现在的 我想了个办法 因为我买的那个杜比亚饲料嘛 是以前专门喂他的 就是拿这个杜比亚啊 去引诱他出来 看看能不能把它 这只杜比亚有点不太活络啊 放门口一点 看看会不会抓 你别往冰箱底下去啊 你们两个都进去了 我抓谁出来 他又从这头出来了 看来还是得 他肯定是饿坏了我估计啊 我们看一下 吃东西还会不会吃啊 来了来了 快点来来来过来过来 我真是太激动了 我的儿子总算是回来了 你看就勾引出来了啊 来呀来呀 这么多天不吃东西 你怎么对食物这么不积极呢 快点快点 哎呀哎呀 感觉他应该是饿得不行了 你看吃东西都没力气了 对了一个多月总算是 哎呦这个身体你看 还不怎么瘦啊 别说他们不愧是以前 祖先是生活在沙漠的啊 这个储存的就像骆驼一样 他这个尾巴会储存能量 到没东西吃的时候呢 就会消耗尾巴上的脂肪 估计啊 活到了现在 再引诱出来一点 我就能抓他了啊 快点快点 来来来来 哎呦 略嫌谨慎啊 一个多月没吃东西呢 你看吃东西都不会吃了 哎对对对 OKOK 好我把它给抓到笼子里去啊 哎呦快挺难抓的 你看 好我把它原来的饲养缸拿过来 但是现在尴尬在哪里呢 就是他原来饲养缸啊 我把它养成另外一个动物了 就那只水龙猿嘛 然后这只水龙猿本来那个呢 我丢掉了 好了 营救完毕啊 只能让他又腾出来 回到这个苏联外卖盒里面 前面吃的小笼包 给他洗了一洗这个壳子 哎呦 这只也是真的可怜啊 好不容易住上大别墅了 又被我换到小房子里面去了 好的地方还是得腾给我这只宝贝啊 立马给他加热灯 加热毯 给加热起来 给他稍微恢复一下吧 有一种视而复得的感觉啊 以前他是我最宝贝的一只了 因为他的弟弟妹妹呢 已经相继暴毙了 只有他活得最久 而且呢 他也是唯一一只会定点大小便的手工 所以我一直很疼爱他 好现在已经钻进去 再呼呼大睡了啊 你还别说这种动物啊 真的是躲藏能力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失踪那天 我回家啊 至少找了他两个多小时啊 翻箱倒柜没找到他 真是佩服他这个反侦查能力啊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是一个突发性的视频啊 因为平时也很少发这种宠物题材的嘛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在外